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乘等差 那麼他們說中間這三個數等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如果乘等差的話 這兩個相加 等於這兩個相加 等於這一個 也就是說 A加C 等於B 等於 這個 沒有等於兩米 因為中間這一項的話 是等於這兩項的算數平均數 等於兩米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一 加上 負傷之五 減傷之五 等於負的傷者 好啊所以我就想著 事實上可以這樣講啦 就是說 這個A加B加C 那A加C是等於負的傷者 那B等於多少 B的話兩邊除以二 等於傷之負一 所以A加B加C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負傷之二 負傷之二 再加多少呢 加上負傷之一 所以是等於負一啊 啊或者你可以怎麼看啊 可以這樣看啊 就是說 這個算數平均數的話 就每一個值的平均 是等於多少呢 算數平均數啊 算數平均數的話就是B啊 B的話是等於二分之多少呢 二分之一 減掉 三分之五 就兩個相加除以二 就是中間這一項 那等於多少呢 等於負的三分之一 然後現在有三項啊 三項相加起來的話 是等於算數平均數的三倍 和A加B加C 是等於算數平均數的三倍 等於三B 啊等於三乘以吼 B是三是負一嘛 所以是等於負一 所以這一題是負一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C